白种人 上帝的骄子 作者 朱自清 去年暑假到上海 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 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 相并地坐着 我不能确切地说 他是英国人或美国人 我只猜他们是富与子 那小西洋人 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 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 因我久长的注意 他戴着平顶硬草帽 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 白中透红的面颊 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 显出和平与秀美 我向来有种脾气 见了有趣的小孩 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 若不能亲热 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 在高等小学时 复射的初中里 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君 真是依人的小鸟一般 牵着他的手 问他的话时 他只静静地飞养着头 小声回答 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 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 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 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 他总不肯 后来两年不见 他便死了 我不能忘记他 我牵过他的小手 又摸过他的圆下巴 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 我自然不能这么做 那可有些迥了 不过也不要紧 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 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 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 所以尽可自由地看 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 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 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 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 或依着她的膝头 两眼看他两看罢了 所以我胆子很大 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 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 小西洋人 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 让我自由地看 但看了不几回 他父亲站起来 儿子也站起来了 他们将到站了 这时意外的事来了 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 走进我时 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 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 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 两颊的红也已退了不少 和平秀美的脸一变 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 他的眼睛里有话 多 黄种人 黄种的支那人 你 你看吧 你配看我 他已失去了天真的志气 脸上布满着黄秋的老气了 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 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 便车停了 这才胜利地掉过头 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 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 这时正注目窗外 不曾看见下面的事 儿子也不去告诉他 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 伸了脸之后 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眼 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 不用说 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袭击 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簧失措 我的心空虚了 四面的压迫很严重 使我呼吸不能自由 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 遇见一个女人 我偶然地看她时 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 露出老恋和鄙夷的神色 那时我也赶着压迫和空虚 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 我在那小西洋人的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 茫然地觉得有被吞噬的危险 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 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 我默默然目送那富与子下了电车 在马路上开不走 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 断然地去了 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 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 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 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 我所以张黄失措而觉得恐怖者 因为那骄傲我的 践踏我的不是别人 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 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 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 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 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 叫西洋人为养鬼子 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 竟已被侵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 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 伸着脸袭击我了 这一次袭击实施许多次袭击的小影 他的脸上便塑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 他只来上海 或无多日或已长久 耳濡目染 他的父亲亲长先生 父职乃至同国同种 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 而他的独物也推波助澜 将中国编排的一无是处 以长他自己的威风 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 这次袭击也是污蔑 大大的污蔑 我阴了自尊 一面赶着空虚 一面却又赶着愤怒 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 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 但我立刻恐怖起来了 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 却已被传统所埋葬 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 世界之世界 眼见得正来的一代 这是毫无信息的 这是你的损失 我的损失 他的损失 世界的损失 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 但是孩子却有着可敬的地方 他的从容 他的沉默 他的独断独行 他的一去不回头 都是利的表现 都是强者逝者的表现 绝不婆婆妈妈的 绝不黏黏答答的 一针见血一刀两断 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 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 无论如何 我们最要紧的 还是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的孩子 谁也是上帝之骄子 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 是没有种的